好 玉璃政公所在客家生活馆举办朴实风情 花莲县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 书画摄影展的开幕茶会 展出大约有50幅的作品 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 墙上挂着许多幅书画摄影作品等等 这技术高超的艺术品都是来自于 花莲县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员们之手 温虎藏龙非常厉害 这场朴实风情花莲县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 书画摄影连展 总共有50幅的作品 其中书法的部分让来参展的民众 都竖起大拇指说赞 书画的同学真的是很努力 都是这些都是一平均棒 色彩都是慢慢 有的是经过几缺才完整 最多的领导 刚才几个月才完整 一年才完整 所以呈现在这边 玉璃镇公所在客家生活馆举办 朴实风景 华莲县南区退休公教人员协会 书画摄影连展的开幕茶会 精彩作品展出时间是即日起到7月31号为止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